好了,你們剛才看完我講解3.18和3.20這條題目之後 我接下來講第十九條和第21題,我會加速這樣講 因為考的東西流下去都是那些東西 我純粹給你們解釋 好了,我們就看看這條題目 其實我們第一件事要檢查一件事,究竟是在看帳戶年是由何時到何時 現在我們很清楚,它是由2009年的1月1日到2009年的12月31日 好了,題目要求我們開兩個帳戶,Rental Income和Race帳戶 我們開Rental Income和Race帳戶 中文是猜響 Race,猜響是一個Expense來的,對公司來說 所以,Expense增加,入左手邊 Expense減少,右手邊 Rental Income是一個Revenue 帳戶,右手邊增加,左手邊減少 好,接著我們看看這條題目 你看到一開始,說上一年的事 我們就會有一些錢 這個就看看,The company had received in advance $28,000 in respect of Rance帳戶 其實這個Rance是我們的收入 因為我們公司會租一些物業給我們的租客 我們是收多了它的租 這個就屬於一個Pre-Paid Revenue 這個租客乖的,預繳了$28,000 但是有個租客是衰的 他就拖我們租 欠我們$12,000 Revenue 接著,這裡就說收錢的東西 這條題目有些難的位置 這裡收錢都不是那麼簡單 這73萬當中是包括了一個Rental Deposit 這個Rental Deposit 其實是不屬於我們的收入 我們是收這10萬元 是萬一它走我們數 又或者它弄壞了我們的房子 要它賠錢 就是要在這10萬元拿出來的 所以這73萬當中 我們就要扣了那10萬元出來 因為它是不屬於我們的租金收入 要扣了這10萬元出來 另外我們又收了別人$32,000 然後這個Rent in Advance for 2010 你看清楚了,現在我們的財政年度去到09年 如果是2010年的數 收多了別人的話 這個是屬於一個pre-paid revenue 然後我這句就是 Rental Deposit of 55,000 退回給它,這個不關事 因為我們收多別人$10萬的按金 退回五萬五千元 其實這個按金 凡是按金這件事 已經是不屬於我們這條題目 講租金收入的內容的 因此這個數字 我們不需要理會了 那這裏連尾就說 我們有一筆錢 我們一萬元租的 有人是由11月16日 就開始拖欠我們租金 它由11月16日 拖到我們12月31日 中間這裏是 1.5個月的 那這個位呢 是屬於一個叫做 Accorded Revenue 我們provide service Rental Service 不過它拖欠我們 一個半月的租 那我們就有個 Accorded Revenue 好了 因此我們就算到 那個Accorded Revenue 就會是15,000元 好了 那我們又好像 剛剛的題目一樣 我們年後 那些Pay Revenue Accorded Revenue 找了 年尾Pay the Revenue Accorded Revenue 又有 今年我們收到的錢 又算到了 那即是 照版主管 做回剛才做的事 我們是09年的 我先看清楚 09年沒錯 那我們1月1日 09年1月1日 我們先寫回 Balance Port Forward 然後我們12月31日 的時候 亦都會有個Balance Carry Forward 好 然後我們就將 記得第一步做什麼 我們第一步就是 不理會這些年頭年尾的數 就是看回我們收了多少錢 我們收的錢 是關於我們Rental Income 那些Rental Deposit 不關我的事 那關我們事 就是把這70萬 扣了10萬元出來 故此 我們會入到這裏 63萬 就是把收13萬 減20萬元 扣回那個按金出來 是屬於我們的租金收入 好了 然後我們用年尾的方法去想 就是說 這63萬當中 我們有一些的租金 其實我們未收到回來的 Qued Revenue未收到回來的 那我們就看回 那些Rental Deposit Revenue 就是1萬元 那我們就寫在這裏 1萬元 那同時 我們也有一個 prepaid revenue 是不屬於 今年這63萬元的錢 即是租金收入的 那我們是屬於下一年 要扣出來 那prepaid revenue 就是3萬2 那就入到這裏 3萬2 好了 如果這個Balance Care Forward 的Rental Deposit Revenue 是入到這邊的話 它Balance Care Forward 就在這裏 那即是租回到這裏 就是 這樣了 那這個Rental Deposit Revenue 我們就抄回 其實是在哪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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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寫的 那裏 我自己寫得衰 寫這裡 這邊 那整條數 那整條數呢 我們只是欠什麼呢 就是欠個Profit and Loss 還未入 那我們入到這邊 Profit and Loss 那我們把這三個數加起來 43 即是673 673 K 減這裡 加上44 44 44 即是629 K 可以 這樣就做完了 搞定 是否做完之前那一條呢 你現在做這個快很多呢 不知道 其實都是因為我做的 我做就快很多 對 不知道大家 做成怎樣了 快慢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 概念搞得清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先代了你五分 跟著之後 我們raise account 是相對淺一點的 為什麼淺一點呢 我們看上去這裡說什麼 這裡就說 在我們這些日子裏 我們有收錢的 我們收錢的日子 包括在1月1號 4月1號 7月1號 12月1號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09年 09年 是的 我們有收過的錢 我們都列入在這裡 應該說有付錢 sorry 付錢 這全部都是我們要交差項的費用來的 那我們就把這些錢 就這樣理解了 1830 2160 2160 2160 這些錢是交我們的差項支出的 所以我們就在1月1號 4月1號 7月1號 10月1號的位置 就列入這幾筆錢 你看到這裡跟剛才那裡有什麼不同 剛才是說一次過說到今年裡面收了多少錢 但是如果這個題目是說在不同的日子付錢 我們就拆開幾筆去寫 如果他說在那一年裡面 一共給了1萬元 我們就這樣寫10月1號 1萬 那就乾手正腳了 這樣出 也有一個好處 這裡有四個項目 你就得到2分 你這樣寫一個項目 其實是寫 是只有0.5分的 其實真的用心良苦了 其實他是想送分給你的 可以嗎 好了 我們全部付錢 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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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就看看這條題目 究竟 他那些 accurum repayment 是怎樣 這裡 他就有少少 你要看得通 這件事 他是 給了3個月的差項 有沒有留意到 是給到2月28的 換句話 今年1月2月交了 他還給上個月 上年12月的 行不行 寫在這裡 他是這樣的 給多了上年一個月的 所以我們當中 這裡有三分之一 是屬於 上年的 部分 上年 即是我們還沒付錢 accurated expense 對吧 好 接著 這裡 他又交到 11月30日 那 12月呢 12月交了沒有 他就說 Waste amounting to $160 for the three months to 28 2010 這一個 是not yet been paid 這個not yet been paid 即是accurated expense 你還有一個月是未交的 那個一個月的錢是多少 這麼多 這2160元是交三個月的 有一個月未交 即是還有720元未交 那這個呢 就屬於今年的accurated expense OK 那這個題目呢 有兩個accurated expense 沒處理的 那我們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看來你喜歡用年尾還是年頭 我自己呢 就覺得 沒什麼所謂 我們貫徹我們之前的做法呢 就是用年尾的方法 這裏呢 是屬於我們今年的猜響來的 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發現呢 原來 還有一筆錢 是屬於今年的猜響 但未交的 那我們呢 就要放在這邊的了 那720元 要放在這裏的 那我們呢 又是寫回balance carry forward 720元 下年才搞 這個是accurated expense 來的 好了 那即是如果他 care forward 是入這邊 bought forward 就是這邊的了 那即是這裏 是屬於那個accurated expense 年頭的數了 那我們呢 就看回accurated expense 年頭的數呢 就是 等等 這個 1830除以3 就即是610 那我們呢 就寫回610 那整條數 差 profit and loss 沒做的 把9030 減回610 我們就找到 今年的race 就是8420 可以嗎 那那 如果用年頭的方法 那我們呢 即是去想了 1830元 當中呢 是有一些牽涉到 上一年的 猜響費用 所以我們就要 在這塊錢 扣回610元 這個用年頭去想 都可以的 所以呢 總之 不理你了 你懂得 擺好這兩個數值 在應該要擺的位置 那就OK的了 可以嗎 那這題呢 很快做完 那我們呢 就馬上 就做完 最後一條題目了 雖然是最後一條題目 那就不代表這條題目 是最難的一條 不過呢 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 它是最多文字的一條 對啦 那就看看啦 那這條題呢 都是來自我們的 past paper 2011年的題目來的 那我們呢 看看啦 這間公司呢 是給一些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所以我們會收一些 叫management fee的 對啦 那每個單位呢 我們收到2000元這樣啦 那就是這樣啦 好啦 那大家呢 可能花一點時間 去讀一條題目先啦 好啦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就說了 欸 看看先啦 2009年 management fee received for the new tenants 就是32000元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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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得很清楚啦 就是有人拖欠他的 拖欠他的那個management fee 總共四千元 拖欠四千元 那拖呢 這個呢 這個就是屬於 accured revenue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prepaid revenue 那這裏呢 他這樣說 management fee received for new tenants who moved in on 1st of December amounting to 這一筆錢的 那但是呢 你這裏呢 就要看清楚啦 這32000元呢 不是完全全呢 都屬於prepaid revenue來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樣說 上面有一句 New tenants are required to pay two months management fees in advance when they move in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他交出來呢 那兩個月的上期 32000元呢 是包括了2009年12月31日至到這個的一月的 那所以呢 這裏呢 2010年1月呢 又踩到我們其實這一年的喔 踩到我們這一年的喔 換句話呢 其實呢 我們這個32000元呢 其實 有一半是屬於去年 有一半是屬於今年的 那所以我們呢 就要醒目了 要將這個數呢 要識得隨意了 才是我們的prepaid revenue 好了 那然後呢 我們就看回呢 今年裏面 我們就收到558000元回來啦 那然後呢 我們的起步就是在這裏開始做起啦 第一步 在這裏做起的 收到錢回來啦 那然後呢 有三個tenants will move in on 1st of December 那又是啦 那我們呢 就有三個人呢 就進了來 那然後呢 他的monthly的fee呢 是2000元一個嘛 那就是說如果他是12月1號呢 進來的話呢 我們就會一收 收兩個月的錢啦 今年 12月1號 到1月31號的錢 都收了 那就是說這句說話呢 暗示了一些東西啦 就是我們呢 是有一個prepaid revenue 這裡 是收多了他 2011年1月份的租金 那個management fee 就是一個月呢 就是2000元 三個tenants呢 就是 6000元啦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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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ASAS 這個 31.12.2010 management fee so maintenance which were a deal on 1.11 1.12 都是未付的喔 那他兩個月呢 就即是4000元 一個租客嘛 兩個月 就即是4000元 哇 這題 不惹小喔 都幾難喔 真是 要自己計的 或者呢 都不是給賣的 那些數字 那真是 哎 原來這條是難的 那呢 那 我都 或者呢 都 花了一點時間呢 都再講多一次啦 這個題目 那些數字 怎樣處理呢 只有這個呢 是真是 相當容易給了你的 畢竟給你聽 就是4000元 是 是有人拖欠我們的 那 但是其餘呢 哇 這三個數呢 都是粒粒糟糕辛苦 就是要自己計出來的 那我再講一次 那我再講一次 怎樣計 這裏呢 是講的 這三萬二千元當中呢 他由 09年 這個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由09年的 十二月三又開始的 十月一號 sorry 09年十二一號 是收到去 一月三一號的 因為呢 我們一收呢 是收兩個月的 這裏這樣講的 所以呢 有一個月呢 是屬於 屁屁了的 那我們呢 就要醒目了 將這三萬二千元呢 就要分開一半了 有一半是屬於去年的 有一半是屬於 有一半是屬於我們 今年入帳的 那這個都尚算容易 去理解啦 但下面這裏呢 就超煩的 因為呢 這裏呢 就是你要清楚 看得到 有三個租客 每個租客 二千元 三個租客 六千元 他交了 十二月的租 再交了 一月份的租 所以呢 有六千元是收多了的 那management fee呢 有個人呢 就拖了我們兩個月 拖了兩個月呢 每個月就二千元 那就是兩個月就四千元 明白 那我呢 那這裏呢 又再跟大家再說多一次 唉 真是辛苦 那呢 真是不惹小 哇 那這年都是五分 哇 之前那五分 真是容易收拾啦 那這裏呢 我們呢 就開一個呢 叫做 management fee income的帳戶 management fee income的帳戶 management fee income的帳戶 那然後呢 那這裏呢 又是甚麼東西都有的 Prepayment 和Akuu 都有 那所以呢 又是例牌賽啦 又是寫一些格式啦 12月31號 那 12月31號 那呢 Balance port forward 在上面 Balance port forward 在上面 Balance port forward 在下面 Balance care forward 在下面 Balance care forward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由這裏開始做起先的 55萬8千 那我們收到錢回來啦 那我們就入到這裏了 Balance 55萬8千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呢 我們呢 用年尾方法去想啦 那這裏呢 就收了這55萬8千元當中 這裏呢 其實未收齊的 有些人還拖我們的租 management fee 的 拖我們的租呢 那塊錢呢 就是Aquuda revenue呢 就在這個位置 我忘記寫 對了 4千元 那我們呢 入了這裏 4千元 那有6千元呢 就要扣出來的 因為是屬於pre-paid revenue 因此 我們就要在這 55萬8千元當中呢 要扣回 這個 6千元出來啦 好 那這個呢 pre-paid revenue care forward在這裏 那就是bought forward在這裏 那呢 那我們就看回 pre-paid revenue 這裏呢 就是把3萬2千元除以2 那就是16000元 那這個Aquuda revenue 的bought forward就是這裏 那我們呢 就寫回 這裏是4千元的 4千 那我們呢 就在這裏呢 就找來個 Profit and Laws 12月31 好 那我們呢 就把這裏的數 加起來了 16000元加4千元 二萬吧 即是5七八 這裏 5七八 那把這個5七八k 減了10k 那這裏即是5六百k 哇 真是千辛萬苦 才做完這裏5分的題目 真是 遲幾年出生的那些考生 就真是慘了 那他們呢 要經歷呢 就是一番的一些計算呢 才可以呢 才可以呢 才可以收到這5分 好了 那跟著呢 但也都這樣說啦 就是沒有前人的Path paper 那後人 是吧 就是考這一年的同學仔 也都少了個practice 那可能呢 就是考的東西呢 就 真是一敗塗地了 五天 那 唉 不要說那麽多問題 那我們呢 就 這裏呢 做完個management fee account之後呢 那我們呢 就開了最後一個叫cleaning expenser 那這個呢 相對容易的 因為呢 其實和前人做的那條題目呢 其實沒有什麽分別的 你看看 有什麽分別呢 對不對 那又是那樣東西啦 這裏 去到2010年的1月31號 那即是呢 其實是包了去年的一個月的 那即是這裏 省水了 要除二啦 那然後呢 這裏就去到11月30 12月是沒有了的 這裏 又是兩個月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又要呢 將這個23000元呢 又除二啦 好 那這裏全部都是accured expense 好 那我們呢 就將這幾個日子 1月5日 哇 這些數字又這麽滑鬆 真是可惡 那呢 cleaning expense 那我們呢 就將這些日子 就抄在這裏 1月5號 那呢 還有3月4號 6月8號 10月9號 這樣啦 那然後呢 就將這堆的錢呢 就抄下來 2萬 4萬 4萬 4萬4 2萬2 那全部都是給票的 給票的 好了 那接著呢 又用回我之前的教育 用年尾法啦 即是說呢 我們呢 有一些錢呢 是屬於這個財政年度呢 但是又沒有算下來 這裏的開支度的喔 那裏呢 是1萬1500的 那我們呢 就會寫在這裏 1萬1500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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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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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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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 那 137500 137500 我將137500 減了一萬元這個數 就會計算到 127500 好,終於用了 接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將這四條題目 用這兩條短片 教了大家一次 希望大家 看完所有的短片之後 對於這個According Preparedment Server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二 都有一天 床造成這樣 已經變成人造版的